车主有够傻眼走上前确认 保时捷被机车撞上 他只能打电话报案联络家人 因为车子是爸爸的 而肇事的阳性骑士就站在一旁 不知所措 阳性骑士在北宜公路财茂完过完时 不慎打滑摔车 连人带车滑到对象 当时路旁停了三辆静候跑车 机车一路撞上保时捷的左前车头 骑士爬起身后发现惨了 撞上的可是名车 网友看到照片回文说 是刮中大奖刮中了保时捷 但骑士笑不出来 因为撞上的可是这辆 保时捷718车系 最新车款新车要价352万元起跳 其实这一状维修费恐怕也不少 重点是人没事吧 后续的话就是交给保险公司做处理 厂为19岁 阳性能值加薪的东西 过关不是很自摔滑行之对象车道 而与停放路旁的自小客发生同众 精简车的走车只为例 幸好自摔的骑士只有轻伤 他自己的宝贝爱车 车头撞花已经够让他心疼了 现在更伤脑的是撞到跑车的车损赔偿 三星期还没收藏 新闻报道 说明設有点elo 自从车而出 抽刀